大家好,我是Cynix,各位带来X2 War of the Chosen的游戏看完视频 上一期结束时我们是获得了一个新的任务 这个任务的目标呢,我看着不是很眼熟 所以说是不太清楚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情况 不过这个东西我们待会再说 主要是我现在在考虑什么 是我们士兵由于是在这个DLC中的是新加入了疲劳系统 所以说我可能会让士兵呢进行更改 现在应该是Leon跟Ada这两个人呢比较疲劳还是 可以看这边是还充电没充满 我的目前想法呢就是你要是充电没充满的话 就先给你拿出去,我可能把一些新兵带进来 这边的就是我的其他职业带新兵 我觉得这个组合应该也是没有问题 我觉得整个游戏中最强的还是Grenadier 毕竟他的手雷实在是太变态了 所以说带上一个比较强的职业 然后进攻力比较弱的我猜可能就是Specialist 他毕竟是可能所有职业中攻击力最低拿的还是普通的来副枪 我觉得这样应该是能配合起来 然后剩下两个应该是一个Ranger跟一个Sharpshooter 等于是一个算是禁忌率的攻击 还有Sharpshooter是一个远距的攻击 我觉得可能是能平衡一下 我目前的想法就是大概是两个老兵带两个新兵 可能是把我一开始的士兵呢先都练练集 这是我目前的一个想法 这样我们直接开始任务吧 像这边这个任务跟之前的破坏什么外星蕊类的那个任务 好像还不是以不太一样啊 还是这个名字改了 这边毒盘好快 简直这是一个超能力的一个发声装置 还不是原来的那些通信的一个装置 我们是跑到了 这样等于是把这个东西要要炸掉 看来跟之前的那个蕊类还不太一样 那边是可能你需要打掉 这边是要跑到前面去给它炸掉 这边说是可以用out键是可以是进行 就是一个提前的探制 这东西我们之前是已经已经知道了 只有四轮 哇这么远 这是 这这这这这这什么 等于是 你可以 可以把这个东西给delay掉 是可以可以延时 是有power relay是吧 这样 这这什么东西 这是这是谁 谁的海报 这样这个地图也是比较比较新好 还有还有二楼 还有二楼的样子 能上去吗 从这可以上去 但我们前进的地方是在是在这个前方 说话有点 我还是稍微的 发现我了吗 发现我了 这个地图我是我是不是很喜欢 因为他太 就是太太遮挡视野了 这边tagon的话应该是跟之前的之前话应该是是一样的 没有什么新的内容 等于是我也是没有没有太好办吧 这个毕竟是只有四楼 说是可以去把这个东西给给延长 或者给他给推移 但怎么推 我也是不太清楚 所以说我是不得不全员就是要跑得更比较猛些 还好是只在动了一个人情况下是被发现了 这样我们现在是还有后续的情况 这边是可以看见一个人 这样需要怎么办 这也是扮演体吗 哇这东西为什么是扮演体 这个好奇怪啊 比较有意思 我估摸着 应该是能拿的权体好像只有这边振一个了 其他的地方 在这可以看见 我估计我可能是要让古人的地儿拿一个最好的延体 这边呢你可能是拿一个普通的延体 或者说其实新兵受伤是没有太大的问题 我觉得让新兵可以可以去楼上吗 这边可以去楼上 这边的新的 但什么都看不见 这边这个新的新的地图好像是在一个下水道 或者是一个一个防空洞里 总之在地下也是很有意思 地图的话我们到时候再说 刚才我说的是新兵可能是拿扮演体 看不见Sectoy是吧 看不见的话其实没有 差点关系 然后Grenadier 你可以看着Sectoy但是呢不是特别的 特别的有用 我的理解是你只要能把 还是想享用尸体啊 28这个有点太低了 咱们可以只把你的掩体炸掉吗 我有两颗手雷我是可以 有点 有点困难 为什么会被挡住 这真的是不太清楚这个墙能不能炸掉啊 我的想法是把这个士兵杀死后呢 是Sectoy会复活僵尸 所以说是没有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威胁的 但是 真的是有点 炸掉没有啊 还是失败了 没有想到这个东西没法炸掉的 等于是他现在虽然被flunk掉了 但是呢 诶 你这也是flunk射击吗 我还以为是没有人flunk的 然后是打死了 这样这边 怎么办 我这两个人是全体 这边的Sectoy呢 我觉得就只有Orbit的 他如果不使用超级士兵的话 他是Sectoy是 我没有记错的话他喜欢乱跑 好吧他叫援军去了 但好像 但是这边的主要是Timer很 很紧张啊 这有点 我现在我现在是由于只有三回合 我是不得不玩命的 这是什么 这是那个Power Relay吗 哦这个东西可以打好吧 但这个有点太少了吧 这个打一个是能给 可能能给多少的 多少时间 我其他部队是离的很很远很远 所以说我其他部队需要Dash 这个Sectoy呢 我猜他可能还是要 三回合 三回合 我这可以等一回合 所以说你是直接射击 看能不能先把你削弱 没有打到 这Sectoy我猜他应该是 等于是他他跑跑走去去叫援军了 所以说我其他部队呢 现在是需要去往回 就赶紧赶紧跟上 楼上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掩体 我估计就 全员可能是只能是这么 这么跟了 然后新兵的话其实不是特别的 不是特别的重要 但是我又是不想 这边有 这边是死不痛 我可以让你站到这个权力后边 我站到这也可以 我可以让你站到一个能打到这个 蕊类的地方吗 只能站到这个地方 算了让你拿个扮演体吧 反正是新兵 这样 没有 没有理解错 等于是他还是 这是 等于是应该还有一组敌人 塞托应该是去找另外一组敌人了 这一组敌人应该是巡逻了过来 等于是这么一个样子 这样他们是很紧张 我觉得是要玩命的往前往前推了 这边是可以flunk掉吧 这个人是可以flunk掉 但是我会暴露在一个半眼底后边 这个敌人呢 他拿的掩体应该也是非常的好 是一个全体 所以说我也是没法有效的给他打死 我估计我可能要用 Granadeer直接是把这个人炸死 这个人可以flunk死 前提是 我不能跑太靠前啊 人是你跑到这个地方来 这么走不行啊 不对 你是有 你有手雷 谁没有手雷了 你没有手雷了 你没有手雷了 你没有手雷的话 你这局直接是把这个穿 是什么 Poward Relay直接打掉 你跑这边来进行 flunk射击 然后我的Granadeer呢 Granadeer是一个扮演体 我觉得Granadeer是跑到这个位置最好 然后 你是只能在这 你站在你站这边就是看不见这个人了 是吗 这什么情况 在这能看见吗 在这可以看见 那你横着跑 Granadeer是肯定需要往前走 因为他需要把前面的人最好是能炸到 前提是那边不要不要再激活 可以炸到 可以把这两个都打掉吗 好像可以啊 要是这样的话 是可以直接把这两个东西直接炸掉 这样这个人跟那个东西是死定了 等于是现在这边的flunk射击 给新兵 新兵死掉了 还剩下 两个人是吧 两个人的话 都是扮演体虽然说不是很好 但是 是可以可以接受 这边呢就是 反正我们人多 就不停的 跟你耗着完了 Samsara 这样 没有打中 我就 采用最后的手段 这个地图也是非常的 非常的有意思 但是这个有点哇 这个时间有点太紧张了 离着这么远 等着我现在还是 必须使劲的往前冲 没有办法 我只能让站在最前面的人冲了 这边冲上去估计还是会把之前塞图会跑掉的时候 那组怪的人是给引到 能去楼上吗 这地图也是非常的新 我把视野再拉远一点 不是很清楚 等于是 是一个长方形地图 这边应该是边界了 这边应该是边界了 有一些二楼 但是主要我觉得还是 还是没有二楼的 哦 这么多 等于是可能 哇 这个倒是比我想要好很多 我之前以为是完全是没有 就是完全来不及了呢 这样还好 还好是缓过来了 你能看见三个 这还有一个 你把这个打了 这样比我想象中好 但是第一个房间好像是什么都没有 而且还是直接我跑了一步 是直接是遇见敌人了 等于是有点 有点紧张 你能只能打到一个 这样你打只有一个 这两个呢 我觉得新兵的命中率应该更低一些 让新兵打这个 你只接我卧下好了 相当于现在的timers又回到了一开始的时间 杀了两个敌人 跑了一个sector 我猜那个sector应该是去叫援军了 等于是我猜那下一组在激活的话呢 应该就是 就是这个地图上的最后的敌人了 sector当时是往左边跑 但是我的任务目标在右边 这可以走吗 这可以走 这中间是一堵石的墙 我觉得 这中间都是扮演体啊 没有什么好的演技可以拿 我觉得就是还是直接 直接能走多远都走多远了 要是说发现的话呢 就发现了 要是说没有发现的话呢 我们是可以直接是稍微往前走一走 这个真的是没有太好的办法 我只能是 硬着头皮上 大家的弹药呢 也是不是特别的理想 但是没有办法 这边倒是sector之前跑走的一个地方 这个后边啊 后面倒是一个石的墙 所以说我要是直着这么上的话 应该是没有太大关系的 就是没有什么太大的视野 我可以直接拿心灵往前冲 将什么能不能发现 这是石的墙 有时候我想进进的话 必须从这个门进去 sideway呢 我猜 有可能是在 就是最后一组点 可能是在这个房间附近 要是这样子的话呢 我觉得我们现在还有多少时间 还有三回合 这局完了之后还有两回合 我觉得我们应该是没有太多时间了 所以说我 比较倾向于我把部队要dash上去 我先蓝色移动一下 好像是没有关系 这样是没有关系的话 我估计就直接dash了 怎么打 Gran Deer可以在后边站着 他手雷折成比较远 不想这么走啊 这往这么走感觉上有点危险 这么走 这么走没有问题 估计剩下两个人 也不是很远 都稍微的dash时间 还有两回合 等于是 哦 你可以一步走过去吗 走过去 我只能开门了 没有选择的 这是三个sectorate吗 哦还好是两个 三个的话有点 有点太恶心人了 怎么办 还是我觉得 三个sectorate的话 留着应该不是 就是VC比较低啊 但是我是想 要杀死一个trooper 让他去复活僵尸 但是 果然第二的射程 能把这两个人炸到吗 这样可以去二楼吗 去不了 没有 等于是没有奖励 而且都是扮演体 我也不能冲的太靠前 冲的太靠前的话 要是很好被flank掉 的话我估计敌人 也是会优先选择flank王 我可以 这应该是已经被打掉了吧 我可以 跑一回合 估计还是不行 我估计可能还是要 要炸了 这个任务 我觉得可能是一开始的 激活不是很好吧 所以说感觉上 时间非常紧迫 这要是炸的话呢 就是果然地儿 直接把sectorate炸掉 你呢 给果然地儿 让地儿 是吧 这谁还有手雷 你有手雷 我估计你可能是 直接把这个人炸掉 我可以稍微再往前移动一下吗 等一下 这个手雷是怎么炸的 这么炸的 有时候炸不到我自己 还要一个 但是现在有两个sectorate 我觉得是敌人有优势 所以说我不能 放着sectorate不管 这样毁了一个loot 这也是 我是没有太好的办法 这两人 等时炸一下 我看一下 炸完之后的掩体 貌似还是没有什么好的全掩体 你可以跑过来吧 你可以跑过来 这边可以往后跑一跑吗 这边可以flank到一个 我觉得你还是往后跑跑吧 I'm on the move 诶 这边没有掩体了吗 哇 这有点危险啊 这边没有掩体了 这么着呢 这么着什么都看不见 这真的是没有 没有办法 我不觉得我站在这个箱子上 我的手雷够得到他 我还是要 还是要往前走 这等于是 这个新兵 这是Chris 你就是没有 没有眼里可以拿了 我之前的想法是 我这边炸一下 我把这个墙 炸出一个洞来 我其他人可以是站到这边来 然后这边换一下位置 但是我没有想到 这个墙直接是 告诉我是没有掩体了 这个有点恐怖 这是显示有bug吗 这边显示就是告诉我打不到人 图标是灰色的 没有全体 可以站回来吗 可以站回来 好像还有救 这队可以直接炸掉吗 好像炸不了 这样 这样Chris已经升过极了 可以把极虾留给别人 当然 不太对啊 你只能 打到 一个人 我已经死掉了 这个也死掉了吗 也死掉了 没有人了 按个炸弹 比较危险 这个可能也就是我第一次打这个任务吧 所以说也是吃了 吃了一些亏 感觉上就是一开始 人是在这种很封闭的空间 就是都是全全炎体遮挡视野的时候 可以说我是不太喜欢打这种图吧 不过倒也是 感觉上又又 就是又勾回了我一代中的一些记忆 相当于一代有些地图 尤其是你是 就是可以提前知道这些地图 不太的一些类型 所以说你出任务的时候呢 是可以是根据 比如说就是非常很多的这种 像是非常遮挡视野 都是一些近距离作战情况下 你可能会多带一些 像是assault 或者说是一些 比如说在二代的话 就是带一些ranger什么的 可能是会能有一些针对性 当然我不再清楚 这次是随机到了这种很封闭的地图 还是说 就是所有这种是摧毁 transmitter的这个任务都差不多 我不太清楚 毕竟是第一次打 这个随机出来图倒是不错 就直接来一张自拍 我们继续就可以了 好 退回来了 比较不好的是用了爆炸物 杀 但是应该是炸了两个尸体吧 少了两个尸体 还少了一个loot 还是比较 损失比较严重的 老大人 虽然我们能吃饭 我们不让他们的疑惑 我们也不能让他们的尝试 只是不担心 今天的顺便是 额想的 就是明天的财势 倒是屍體是蠻多的 這位是這些是蠻多的 這位是蠻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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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的蠻多的 現在的蠻多的 現在是蠻多的 現在是蠻多的 如果我們是 敵人和他們 的蠻多的 你們要改變 這位是 是太遲 你會看到 什麼你會看到 是個名字 的 屍體 從全世界的 他們的數字 是蠻多的 我們猶豫 我們猶豫 他們被拘捕到 近來的蠻多的 蠻多的 雙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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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 時間 短時間 是短時間 我們需要 你擔任 雙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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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這個 蠻多的 雙方的 雙方的 盛禁 雙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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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鎮 雙方的 打開 這樣 這邊 這個 Consol的人 還是 聲音依然是那麼的酷 像是獲得了 Black Side這麼一個 這應該還是主席任務 沒有 應該是沒有什麼變的 給一個 Engineer 这样 这样就直接开挖就好了 没有什么太多的选项 这个等于是你每完成一个任务现在是都是可以贴一张照片是吧 这等于是也是可以去追踪我们是一共做了多少任务 好像是可以删除 这样之前的升级好像是这边果然的地儿没有升级 其实我用固定地儿也是有点有点问题吧 就是我是一般会尝尽我最大努力是不去用手雷是炸死敌人 除非是最后的没有其他选择了 其实他们可能会获得技杀会少一些 所以可能升级起来会没有那么容易吧 这样士兵的技能术应该是我不太清楚 我觉得应该是没有变的 他只是应该是加入了一些其他的内容是会让士兵的技能是有点变化 这边呢 我就还是按照我之前打之前打时候的一些习惯去取来升级了 有一个specialist 变成了sharp shooter是吧 感觉上克里斯变成了sharp shooter也是有点有点意思 像别的应该是应该是没了这边GTS在建着那边在挖着 接下来应该还是去扫描 给一些supply是吧 这等于是离到我们还是很近 哦这可能就是很近啊 像之前是扫了一天的rookie 我现在好像其实我觉得并初期的话 目前总之我是目前这么一个阶段是不缺的 但是说由于我是第一次打 我不太清楚整个我们部队的这个轮转是需要多少名士兵才能轮转回来 从而让他们的疲劳是可以恢复 我有点不太清楚 我觉得暂时我就默认为一开始的你的这些士兵是够用的 在不死人的情况下 我可能那边的那个rookie我就先不扫了 还是去扫一些地图上应该是多出来了一个钱 好这些扫描都叫七天啊 所以说这边等于是浪费一点时间 但是我是对钱更感兴趣 没有其他忘记的事情吧 应该是没有啊 啊 军师 非常好时间 有点有点运动 我能够解决准备几个关系的某些材料 的某些材料放在你的胸部 我认识表现了 那它的主要功能是那是那一床, 通過一大量的資料直接向你的脂肪骨頭。 跟它的主要功能解鎖了,很多的資料被失去。 几乎剩下的殊剩下的殊剩下, 呃,狗狗,如果你想要。 恐慌。 作战攻略。 战争。 你的狀況和遭遇,你發生了很驚訝。 是真的可以奇想,你继续运踏运动了 这还可显得很远,有些好媒体 这病人,创作了一个性格的伤伤,我笔合适合了在大型科技的研究 这样 先要去进行尸体解剖 我要直接救Skull Jack 应该是还想得太远了 获得一个新的设施 这图标倒是AWC的图标 有时候原版的AWC现在是给改没了 等于是改成了Infirmary 应该是这么一个样子吗 原版AWC是用Engineer 还是用科学家有点想不起来了 等于是还是作用倒是一样 等于是可以加快士兵的受伤速度 然后说是在战斗中呢 有时候是会获得一些负面的TRAIT 就是这些士兵的相当于我觉得这些属性 他的一些 这个东西 我大概有一个猜想 但是具体是什么呢 我觉得我们就是到时候再看了 然后还有一个是Hyper-Vite Module 是可以是应该是一个升级 这是什么意思 是暂时的可以是Suspension 是可以让这个士兵给 它是推延一个 有点 有点没有搞懂 不过我们到时候再说了 这样 接下来是 我的计划应该是研究Officer的解剖 然后是研究Trooper解剖 然后是解锁 解锁Baddle Scanner 时间够吗 还有12天 我觉得应该是够啊 像别的应该是 应该是没了 直接 这边4天扫完啊 5点 90块钱 现在GTS应该是没法升级小队数量的 所以现在马上把它起来 应该好像是没有用吧 可能是没有太大作用 我好像又想起了一个事情 就是原版中应该是 好像原版中你应该是没法 在第一个孔季之前 是把小队数量好像是起不来的 我记得好像是这么一个样子 应该是有有过就是应该是专门是友谊 这么设定吧 我印象中好像是起不来的 所以说我也就不去 不去考虑这个东西要不要提速什么的了 接着扫就好了 嗯 等于这是115块钱 同时呢 还有一个train center是125块钱 这东西是也是更贵一些 我只得我只更贵 它是等于是他每个月的 相信是维护费是更贵啊 而且是造的更慢 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到了后期 你士兵多的时候 战斗比较激烈 可能受伤的人变多 可能会有用 出去我估计可能还是我接下来 可能是造这个train center吧 这样接下来这边我要是挖的话 需要多长时间 给54的supply10个一轮 需要20天 这边给32个supply 这应该是只要5天 所以说先把这边效率高的 先给它挖了 别的应该就没了 接着扫 总统 总统 是的 我看到的方式会比较少 缺少 凌特的 当之以上 已经拆立了 这项目的 是最好的 你自己看 原创造的 你的套法 已有实现了 存在的 简单 随似的 企业 从总统 但是 有分别 什麼樣的分別? 資料你見是被拘捕了直接從這位導航主導航空間 這篇圈這裡是你,總統 或是最少的資訊他們在用你的心 如你所見,資料是幾乎相似 他們使用你對我們 對,但是 資料的資料表明顯示訊息 射在铆叮,解禁的领域从他们联络会可能会受到重大弹性 联络? 是的,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联络的联络 这些联络能能够收取和通知情 一大大大部分的联络 从某些联络的联络是一种联络的联络 我的作品工作的 Advent使用这个线 去设计的作品 也设计的领导 从其中央的规律 观察 即使在这些缺乏的状况 这种效果仍然有效 真是很惊讶 或是弱性 可能 但我需要他們的網絡 確定 我猜這不會很簡單 我們需要一個活動的連結 那會是駕駛一個活動的警察 就像我所說 不容易 還是我們有最好的領導 你叫做主席 這樣還是原版的巨型CG是沒有沒有變 這邊是多出來了Proven Ground 也是好像這個DLC 新加入了很多的一些建築 是有點現在有點擔心我們的就是Avenger內部的這個槽 會不會不夠用什麼的 別的應該是沒有什麼東西 這樣三天把Trooper研究出來 這個解剖動畫我就不看了 因為一個是應該是沒有新的內容 畢竟是原版的解剖動畫 這個DLC中新加入的解剖動畫 我可能會看一看 但是考慮到可能有些人看完會比較不適 不是啊 我可能就先原本的東西就不看了 這樣這邊接著掃 給了53塊錢 給士兵 兵 嗯 也就是說這個是一個已經升過級的士兵是吧 相比Rookie來講應該會好很多 我覺得去那邊看一看吧 等於是這個Rookie可能到時候會直接過期 可能就是會浪費一天的掃物時間 但當時我沒有記得的話當時應該是沒有其他選擇的 所以說是只能是掃這個東西 但是 這沒有理解錯吧 這邊是新兵啊 這邊應該是會給 可能這邊沒准是會給你兩三個或者是三四個新兵 這邊可能會給你一個已經升過級的士兵 我覺得還是質量更重要一些 你也不信任 你太太信任了 John 這荷蟲是靠近的 是靠近的 靠近的 靠近的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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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在牠們的手段 在這年來嗎 看 看 我不會是喝酒 但他們的手段 也穿了 此處理 你和你 等一看 Volk,出發 其實我猜他們應該出發 公司 那是 Konstantin Volokov Volk,他的朋友 他和他的《Reapers》 是一個大部分的原因 為何你站在這裡 Volk可能會有點困難 但他真正的事 他會是一個三個的軍事 在我們身上的 我們認為我們是一個大陸的危險 在《Advent》 一起,他們會成為一種狀況 太可惜了他們相愛 但還是我們有些不可能的 Volk,他們可能會找到你 但他們並非在狀態 他們被剩下的一群 他們被剩下的一群 叫做《Skirmishers》 沒有人在工作 我跟那些人,知道他们从来到的地方 但你不会在这儿没有帮助他们的帮助 两个的忍者和忍者都认为拒绝了一些困境 供应帮助你供应该通过 信息不容易中这两个人 所以我们走到一个很安静的地方 在正面的地方 也许如此,我们不担心 这些资料是弱的 我们拼散开调调调查的控制 不过我们正在结束了一个一段时间的血缺 我预订我们的兵器们 最复杂的预设我们进行这一步的预设 好幸福 我的人们可以用手在地上 这不应该太坏了 你说什么 这样也是这一个应该我没有理解的话 应该是就是这个新的Wolf Chosen DLC的剧情的任务 这边是我现在必须开始这个任务吗 好像是必须是马上就要开始这个任务 等于是 现在是刚才的剧情等于是提到了 等于是应该是目前是还有三个 就是三个其他的势力 现在是可以帮助我们 但是目前呢 还是需要我们等于是以中间 等于是为桥梁吧 等于是把他们给结合起来 然后现在应该是要去跟Raper是进行会合 这是Raper是吧 Sector 1 The Arctic Each Faction has agreed to allow a two-person squad to escort them to the rendezvous point Hopefully that should be enough to keep them from killing each other We've got a temporary ceasefire in place for the duration of the meat But still That doesn't mean we shouldn't be ready for anything 现在应该是Raper跟之前提到了Skirmishers这两个势力去见面 Raper应该就是一开始在最开始的开场司机中救我们的那个势力 等于是他们的那么一个势力 然后提到的另外的一个Skirmishers也是在一开 等于是之前刚刚我们看的那个动画是跟Walk Walk应该是Raper的领袖 等于是跟他们在提等于是在交谈中提到了 那些人呢是好像是前Advent 这等于是在 可能是可以理解成Advent叛变了吧 总之是脱离到外星人掌控的Advent 现在是等于是现在是 呃 总之是这么一个情况 我现在在考虑这个任务由于是之前官方有过直播 所以说基本上会发生什么 我我是比较清楚 Raper的话 这个任务 等于实际上现在我们的部队还算是比较健康的 所有人都可以出任务 所有人都是有过升级 呃 这边我等级比较高的Specialist 我现在真的是有点担心 由于是这么一个疲劳系统 如果让我的主力小弟一直做任务 等到我的恐怖袭击发生的时候 有很总之是很危险 我觉得我现在还是尽量让这些 充电没有充满人 就暂时先不去 不去出任务了吧 大概这么样子 我觉得应该是没有问题 这样 任务的话 我觉得我要留一个Ranger 这边 可能留一个Ranger 留一个Specialist 这边我带一个Sharpshooter 带一个Granadeer 没准会比较好 当然这个Granadeer好像 有些疲劳 但是现在没有什么选择 之前的这个新升级的 这是谁 这是Chris 为什么他的疲劳是 好像是有一丝没有满 我觉得还是让我的 之前的主力士兵再去登场 这个可能是稍微的要去取舍一下 不过暂时这个样子我觉得是能能接受 然后呢 这边是 谁 我有点 我有点好奇啊 这边好像任务标还是Raper 但是 我有点不太清楚这两这两组士兵 哪个是 哪个是之前 哪个是之后的 有点担心 不过 我觉得只能就这么一个样子了 你的 虽然身过急 但是 还是有有些疲劳 我觉得是带还是带些新兵吧 大概 这个样子 如果说跟我想象不太一样 我这两个士兵反的话 我估计也就也就反了 毕竟是感觉上看了官方的直播 可能有些作弊 这个也是没有办法 Sky Ranger Deployed In Position For Deployment 这样 这个任务 我觉得就是这 这一串任务线啊 中间我现在是没法 就是我是没法退出的 我现在在点 鼠标右键就是退出 是没法退出 所以说 这个视频呢 我就在这儿是接下 下一期的时候呢 我们直接是看这边 这个 Wolf The Chosen DLC的剧情任务 这期呢也是相当喜欢 我们下期见